先议员唐小芬为第二选区的议员 自上任以来关心教育发展 运用议员配合款协助改善学校教学设备 详应教育部阅读其步骤 国民中小学生新生阅读推广计划 更号召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南投区三美会卷证图书 推广及提升阅读风气 而福伦社支柱偏向学童讲学经级图书 唐议员也到场致意 期许学生善用社会爱心 努力学习 唐小芬议员的公公林芝乎 日前捐赠救护车给草团消防分队 抢救生命 造福人群 恭喜两代热心公益 更传为佳话 一 二 三 详应教育部阅读起步骤 国民中小学生新生阅读推广计划 县府在中辽国小办理政府与民间合作证书及爱的书库 揭牌仪式 会中除转正教育部阅读起步骤 送给新鲜人一生最好的礼物 每人一本书给学生 同时颁奖表扬 那我们也要特别感谢这些捐书的单位 其实长期以来都是非常赞助我们南投的偏乡的一个阅读的环境的改善 资源的挹注 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的感受到各界的爱心 跟对于教育的关注 那未来我们县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推动 也会让这些民间的资源的力量 能够更好的发挥在我们南投县各个学校 在推动阅读的工作上面 同时也加强我们老师的一个专业资能 大家一起为南投的孩子 得到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成效 来做更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 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已经协助在全台设置370多座的书库据点 南投县不只领先完成一乡证一书库 还发展英文等特色书库 帮助老师发展阅读素养教学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这一次总共30项的书 捐赠在我们本校 那提供全省各地的学校的老师 都可以在线上预定 然后书香就会透过新竹货运的 送到各个学校来 那不只阅读 让孩子丰富他们的学习内涵 更提升他们美化的心灵 希望在我们中藥国小 还有南投的苹果国小 西岭国小 还有陆古的陆古国小 还有国性的国性国小为基础 大家知道怎么来应用这些书 把这些书本上 或者往这个书位书上 我们所读到的 大家有问题可以找到 所以我们进一步还要培养 阅读指导老师这些人才 那希望这些善心的企业 或者是人士所捐赠给我们的书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 透过今天的活动 有点面染到整个社会 能够发挥真正我们阅读的效用 阅读可增长知识 拓展事业 也是最经济的投资 此次共募集102箱的书香 活化中疗国小 极限内无所爱的书库学校 先员唐晓芬表示 为了将阅读资源 从校园延伸到社区 台湾阅读基金会 在草屯镇新建了 爱的书库共读馆 将提供更多元丰富的阅读活动 感谢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等三星人士和企业的帮助 捐赠书及几经费 推广阅读 造福南投的国中国小学制 那现场也包括了我们南投县 我们的同机会 也捐赠了 募集了大概30个一个书香 要来给我们阅读文化基金会 那我相信说阅读可以养成我们孩子 从小一个一个阅读的一个习惯 不管说在他将来 长大成人或者求学的过程 对这些小朋友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们阅读文化基金会 现在在我们草存镇 也即将成立了一个共读馆 那也即将在明年即将会来落成 到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南投县很多的 不管说我们的老师也好 或者家长也好 能够有很多的书籍来阅读 除此之外也可以提供他们很多 找寻资料的一个地方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说明年共读馆落成的时候 欢迎我们各个地方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能够来到我们的共读馆来做一个共读 所以在这里也很感谢我们阅读文化基金会 能够给我们这个机会 那我们这次我们同机会 也募集了很多的一个书香 共乡胜举来做这个书香的一个捐赠 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小朋友 能够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 我相信说这个也是我们捐赠书香 最主要的希望 那也希望说在这里再次感谢 我们台湾未读文化基金会 我们廖董事长 还有我们何指寻长 大家的共同努力之下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共同来参与 先渊唐小芬表示 推动阅读让学生吸收课本以外的知识 也能够让孩子更专注 提升学习的成效 对社会与家庭都非常好 期待学生乐在阅读 透过每一个书香的捐赠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在这个书香里面 得到闻到书香 而且这个书香即将 未来会是随着 我们全国各地去做一个巡回 有需要的学校 或者有需要的老师 甚至有一些需要的朋友 我们都可以利用这个书香的 一个巡回的一个计划 能够阅读到不同种类的一个书籍 县府宣证顾问江永妍 号召台中松竹福伦社及台北建坛福伦社 捐赠学生奖助学金及图书经费 落实国际福伦社多年来推广的 任养福伦之子计划 嘉惠在地学址 并于忠疗国校举办捐赠典礼 总共捐赠了20万元及图书 给中疗、爽文、永乐及永康等八所学校 提供学习道路上支持的力量 希望偏乡学子能够善用社会爱心 努力奋发向学 为自己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先缘唐晓芬及张秀之都到场致意 而乡类八所国小校长全数出席代表受证 并回证各校的感谢状 由我们松竹福伦社、建坛福伦社 以及我们江永延医师 也是我们的社友 一起来将这20万平均 来任养八所小学的学生 希望将福伦的爱带进了偏乡 让他们在学业上得到了支持与帮助 也希望在他们心中能种下爱的种子 希望有一日他们有能力的时候 也能够感恩然后回馈于社会 让这个善能够持续的循环下去 这个特别要感谢张秀之议员 还有江永延医师 引建了我们台中松竹福伦社 跟台北的建坛福伦社 一起来我们中疗偏乡 关心我们的教育 同时捐助了20万元 给我们所有中疗八所的一个国小 每个学校有两万五千元的 这个学生的奖助学金 主要是协助我们孩子在生活 或者学习上面的一些资助 那这个经费对我们中疗偏乡学校来讲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只有社会的资源 愿意在偏乡来让我们的孩子 得到更好的照顾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在基础的教育 尤其在国小阶段我们的弱势的孩子 没有后顾之忧的情况之下 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学习的成效 那我们的孩子受这样的捐助 未来他们学习有成的时候 对于社会的一个贡献 也是要怀着感恩跟喜福的心情 一起来做这个回馈社会 先缘唐晓芬感谢福伦社 佳慧在地学志 也希望借此刨研淫域 唤起社会各界关心教育 并且勉励学生们积极向上 认真学习 也学会感恩和喜福 进而回馈社会和乡立 那透过我们议员的一个媒介营建 来到我们中疗乡来做一个任养计划 那这一次也颁注了将近20万的一个奖金 给我们中疗乡偏乡巴索的国小 那也希望说今天我们的校长也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受证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宗族福伦社 还有我们台北建坦福伦社 长期以来 那对我们中疗乡 那也任养了很多的一个学校 而且也是长期的一个资助 我们偏乡小学的一个 不管说在我们的孩子的一个生活费上 或者是说在一个求学的一个阶段上面 很多的经费 所以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宗族福伦社 还有我们台北建坦福伦社 那我相信这些社友 本着教育也是我们的百年大计 更是我们一个教育的国小是一个教育的基础 所以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捐赠计划 也能帮助我们各个小学能够在这些 有一些资金的上面的一个运用 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求学的一个过程 还有阶段上面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也希望说这些孩子能够将来本着 今天受大家的一个帮助 未来长大成人之后 有机会的时候也能够再回馈我们的社会 先愿唐小芬的公公林知乎 平时乐善好施 捐赠总价高达330万元的救护车一辆 及水车救护器材 给县福消防局炒囤分队 执行紧急救护使用 希望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获益 同时也借此唤起社会各界响应 踊跃捐输 充实紧急救护能量 救助更多人 县长许舒华感谢林知乎先生 慷慨借狼 而这辆全新的救护车 将在草囤消防分队使用 提升病患到院前的紧急医疗救护品质 以及急伤病患的存活率 让救护人员执勤时更安全 民众的生命安全也更有保障 那这个救护车呢 不仅仅我们刚才看到了 现在很多的一个设备呢 我们都要配置救护人员 救护人员在操作的时候 有时候在我们紧急救护的时候 都要用两个人力去抬这个伤患 那刚才呢 透过我们最新的设备 这种用手动的电动式的 就可以来减轻我们的这个同仁的负担 而且是一位就可以来操作的 这个也会减少我们同仁的职业伤害 那尤其呢 现在的设备呢 也更加的这个紧急 那么可以透过更加便利的使用呢 能够达到我们黄金的救护时间 那我们导官呢 等公司服务员相当的辽阔 尤其呢 也都感谢到很多企业的好朋友 愿意来观众到 我们很多的所有的救护的这些装备 希望透过他们的这个捐赠呢 能够让我们在南投县的 各种的这个救护体系 能够更加的这个坚固 那同时呢 能够达到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 再次我也代表我们消防局 草屯分队的同仁 感谢我们林之虎先生 对我们的捐赠 那希望呢 我们备而不用 让我们的车子 也能够发挥到救护的功能 唐晓芬医员表示 她的公公林之虎热心工艺 多年来心心念念 要捐赠救护车 婆婆林红树英女士 就以公公为名 指示筹划捐赠救护车 及紧急救护器材事宜 以回馈社会 并指定正与草屯消防分队 紧急救护之用 日前顺利交车 完成公公的心愿 也在我们去年度 积极的来赶快准备 我们的救护车 那终于在我们今年度 交车了 今天也很高兴邀请到 我们县长 还有很多的好朋友 来做一个见证 那我相信说 这也是公公 林之虎 还有婆婆林红树英女士 她们长年以来的一个愿望 那终于在今天实现了 那我们做晚辈的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那当然公公婆婆 有这么大的一个心愿 那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讲 也做了很多的功德 给我们这些晚辈 所以我们做孩子的 也非常感谢公公婆婆的 这一份心愿 那也希望说 将来这一部消防车 尊给我们的草屯分队 能够帮助我们草屯分队 未来在救助方面 能够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 先渊唐晓芬表示 教育为国之根本 除了持续的督促 幸福改善教学设备 也期望透过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 及福伦社的安心捐助 支持学校推动阅读 启发孩子们未来的无限可能 也希望借由公公林之湖 捐赠救护车 号召社会大众 共同关心并充实 紧急救护设备 及时抢救宝贵的生命 民意新闻洪一伦 专题采访报道